副首相杜兹斯里·阿莫扎西也宣布 两名遭到印尼当局扣留的士庚庄渔民 今天将获得释放 阿莫扎西指出 在首相和他的努力下 印尼总统佐科威已经签署了赦免信 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加码将会出海 将两名渔民带回士庚庄 阿莫扎西说 他已经兑现了之前斩鸡头的承诺 他做这些都是为了大港居民 呼吁选民一定要支持国阵候选人布迪曼 副首相杜兹斯里·阿莫扎西 昨天晚上出席士庚庄海口渔村 先法施工古庙的双清节宴会时 突然宣布 印尼总统已经签署了赦免信 释放两名被扣渔民 蔡里德和王志勇 besok saudara Chua Litek dan Heng Chiyong akan dibebaskan saya telah minta Datuk Jamal besok pergi ke laut bawa mereka balik ke sekincang besok saya sudah cakap ini janji saya punya janji saya punya janji betul janji potong saya punya betul saya pika Amu Jasi的这项宣布 获得台下民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 他随即呼吁大家 一定要支持国阵候选人布迪曼 而台下的居民也复合说 可以帮忙 两名渔民的家属 昨天晚上都有出席晚宴 并表示 事先不知道 会有好消息 因此也向副首相 亲自道谢 蔡里德和王志勇 今年3月3号 因为非法闯入印尼海域捕鱼 而遭到印尼海市执法机构逮捕 被判坐牢一年9个月 NB7综合报道